今天是10月16号 1964年的今天 下午三十整 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五十年代中期 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 打破他们的核讹核垄断 尽快增强国防实力 保卫和平 党中央和毛主席 果断做出了自力更生 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1956年 在中央制定的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 12年远景规划中 原子能研究被列为第一项重要任务 创建初期的中国的核工业 曾得到过苏联的少量技术 但是1959年6月 苏联背信弃议 拒绝向我国提供有关资料 不久又单方面撕毁合同 撤走专家 1960年7月 在北戴河会议上 毛泽东发出号召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 准备用八年时间 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 在全国有关地区和部门的大力协助下 大批的科技人员参加到核工业建设 和核武器研制的公关中 他们隐姓埋名 把健康青春甚至生命 都献给了祖国 筹备初期 物理学家钱学森 找到科学家邓家先说 中国要放一个爆竹 要你来做这个爆竹 到晚 邓家先通宵不眠 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 他对夫人说 从今以后 我的生命就交给了这个工作 家中的事和两个孩子 我是不能管的 在邓家先为中国的国防事业 而拼搏的时候 连他的岳父许德恒 都不知道女婿到底在干什么 1964年10月16号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力量 终于掌握了何技术 我们十点成功的消息 传到北京了 高总理来电话 恰好在这一天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在人民大会堂 接见参加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 当人们得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 全场沸腾了 同一天 中国政府正终宣布 中国掌握核武器 完全是为了防御 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给所有中华儿女带来了巨大鼓舞 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 体现出的那种精神力量 也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